台湾史小说《傀儡花》出版之后 获得广大的回响 公式赤兹2亿台币 改编成12集史诗旗舰戏剧《斯卡罗》 今天就要播出了 让许多书名影迷都万分的期待 写出这部神作的 可不是一般的历史小说家 而是一位60岁 才开始写作的医师陈耀昌 他跟我们平时看到 穿白袍的医师不大一样 身上留着一点希拉雅血统的陈医师 很喜欢穿原名服饰 经常与原住民背心混搭经文领带 借此表现多元文化 原和和解共融 是他多年来的主张 大家好 我是饭鸡飞 欢迎收看饭鸡飞的Today看世界 该怎么形容傀儡花的作者 陈耀昌医师呢 天生反骨外加不务正业 应该说正副业都做得太好了 陈耀昌在1949年 出生于台南府城医生世家 当年中华民国政府拨迁来台 开始了两奖威权时代 在戒言下长大了陈医师 却从小就很叛逆 知道报纸上写的都要反过来看 在学校绝口不提政治 是个标准的党外人士 当兵的时候被问到 你要入党吗 但当时还有青年党民社党 他就反问 啊 是要入哪一党啊 有够政治不正确的 后来当然就被长官 叫出去特别关照了 台大医科毕业之后 陈耀昌就成为国内血液肿瘤科的名医 1978年在姻缘忌讳下远赴芝加哥 学到骨髓移植技术 就把所学外加仪器带回台湾来 1983年完成了台湾史上第一例 四体骨髓移植手术 隔年又完成了首例一体骨髓移植 1998年的7月 时任高雄市医员林滴娟 在中国遭到绑架 被施打过量的药物死亡 当时两岸关系紧张 陈医师就让对岸了解案情 并且开始推动台湾法医制度改革 在台大医学院成立了 国内第一间法医学研究所 并且推动了法医施法的立法 在此同时 陈医师还跨足到政坛 担任民进党国大代表 那一届最大的贡献就是修宪 然后赐费武功 把国民大会给废除了 2006年陈医师因为对扁案感到失望 而退出民进党 后来成立了红党 并担任党主席 在2008年离开了政坛 尽管不再涉入政治 但陈耀昌又帮自己找事情做 有一次叔叔就告诉他 家族其实有跟荷兰骂的祖先 引起他的好奇 一头就栽进了 从小就热爱了台湾史领域 60岁那一年 陈医师成了斜杠作家 开始撰写福尔柏莎三足迹 这部作品描述 16岁荷兰少女来到福尔柏莎的经历 以及郑成功大军攻台 及荷兰人交战的过程 本来只是想为荷兰茂的爱情故事 留下一个记录 结果欲罢不能写了一大本 写作过程当中 陈医师发现台湾的历史 在过去总是被记载的很马虎 有些甚至就出错了 例如他认为四草大众庙 应该是大将庙 供奉的是郑成功的部将陈泽才对 只不过因为台语发音都一样 就产生了混淆 再来是找希拉雅族的相关文献的时候 很难找到资料 当时的汉人往往就用画外之地草草带过 现在能找到历史多半是外国人记录下来的 例如荷兰人所写的热兰遮成日志 或是日志时期日本学者留下来的文献 眼看原住民的声音一直被忽视 陈耀昌励志要为台湾留下历史 为历史写下台湾 他决定寻找正确的台湾史 并且要用台湾的视角 而不是用中原的眼光来看台湾史 喜欢福尔摩沙三足迹 陈医师本来想要接着写1874年 日本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的牡丹社事件 但在考察过程当中 发现屏东的荷兰公主庙里面所拜的 恐怕不是荷兰公主 而是美国商船罗妹号的船长夫人梅西杭特 后来又刚好找到了英国泰晤士报 当年刊登了一张图 交叉比对之下确定了先前的假设 结果陈医师手一划就跑去写罗妹号事件了 2016年傀儡花就这么问世 陈医师不只斜杠还杠上开花 以傀儡花就获得了台湾文学奖 图书类长篇小说的经典奖 这部旷世巨座讲的是1867年的3月 美国商船罗妹号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在恒春外海触礁沉默 14名船员搭着救生船在古亚罗上岸 误创排湾族领地 被认为是侵略者 包括船长跟船长夫人等13人 遭到当地原住民出草杀害 当时美国的驻厦门领事李仙德 闻讯后来台湾 在多方交涉下 终于跟原住民签订了南甲之盟 要求外国人没事不可以上岸 遭遇船难人必须举红旗登陆 否则格杀勿论 经过这起事件 傀儡花探导了当时台湾原住民 闽南人客家人跟西方国家等 多个族群间的冲突与协调 有趣的是 虽然几乎整本书都是根据史实写的 但陈医师却在书中设计了一个虚构人物 也就是由温真凌所饰演的女主角蝶妹 他万万没想到蝶妹现在竟然这么红 不过陈医师说 客家与原民混血的蝶妹是必须存在灵魂人物 少了他就无法串起各个族群 同时蝶妹也暗示台湾那个年代的地位跟处境 至于台湾现在的处境呢虽然也是夹在美中之间 但陈医师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 他认为当年移民刚刚抵达台湾不久 四大族群各自寻聚彼此来往不多 但如今有了第五族群新台湾之子 又透过族群融合 就如同唐凤正伟在日本杂志专访中所说的 已经发展出台湾独特的多样文化 以及彩虹史冠了 就拿这一次东京奥运为例 陈医师认为 东奥相当程度加深了台湾人的自我认同 而且台湾对选手当中有13位是原住民 这也反映出原住民与所谓平地人之间的合作 几百年来从各地来的移民 已经融出独特的台系汉人 组成一个很混的社会 形成多元文化 同时纪念台湾人的意识抬头 加上1996年开始公民直选总统 这就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开始 台湾的发展逐渐成熟 也让陈医师对于台湾的未来与前景乐观看淡 虽然在族群融合的过程当中 某些文化会在碰撞中消失 但陈医师认为至少平地人应该要去了解 并且尊重原住民的历史 并且尽量把有特色的文化保存下来 这也是他积极推动台湾感恩节 希望借此促进双向了解的原因 未来也希望透过建设博物馆 纪念公园等方式 把相关历史包括元汉冲突事件保存下来 原住民经历过的战役也必须要证明 跟世界时做连结 今年来包括美加纽澳都面临转型正义的课题 政府陆续向过去遭受迫害的原住民盗窃 诚实认为台湾在这方面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再过三年就是2024年 荷兰人来台400周年 台南打算办一个热兰遮成400年的纪念活动 但陈医师认为不能只讲荷兰人 而是应该连希拉雅一起讨论 因为台湾内部族群迁徙非常复杂 应该要把这段有趣的历史串起来 最好是2024年讲荷兰 2026年讲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发展回顾 写完《台湾史花》系列三部曲 陈医师今年又推出了新作《岛之西》 讲的是日治时期的台湾 不过对于没能写出牡丹社事件 陈医师仍感到有些遗憾 由于这个议题非常的难处理 部落间对于事件的态度也很两极 因此需要透过一个角色来贯穿整个故事 陈医师后来发现最佳人选 其实就是李仙德的向导米娅 对于米娅的真实身份 陈医师还在努力考证当中 未来很有机会成为她笔下的另一位主角 这些年来为了厘清小说中的细节 陈医师简直快把平额公路台26线踏到脱皮了 但是写说12年下来 她看到由于自己的努力 替台湾时补上了好几块拼图 这些辛苦就全部都值得了 你如果喜欢这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综合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琦伟的特币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近 我们周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